首先的话第一个 我刚刚 今天你们好像是长这样 因为我登录了 所以你就到云端白板里面的哪一个地方 云端白板我们上礼拜的 那个参考的答案是在这里 逻辑函数程式码 今天的话是将 设计表单将Excel当资料库 储存资料这个部分 首先的话第一个我们要做什么 你把它打开之后 其实我们需求很简单 因为第一个我们又要输入有四个栏位 所以将来你要输入几个 你要去思考说 我有哪些栏位必须要输入的 然后哪些栏位可以自动产生的 当然一定要输入的就是姓名跟三个成绩 三个成绩后面几个实际上就是自动产生就可以了 这是平均成绩 然后综合平定跟多重 假设这三个是可以自动带出来 那一样的道理如果将来你的工作表里面 也类似这样 你就是先把它做划分一下 所以我要输入就是三个 你将来就是这四个 那这四个前面就有那个所谓的名称嘛 那我们将来设计的话呢就可以在前面放所谓的标签 就是label 那后面的话就放文字方块 让人家可以填资料 然后最后的话按一个按钮 按下去它就可以帮你去执行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跟那个使用者之间沟通的一个界面 这个叫就所谓的制定表单 这个东西要表单 那将来的话你可以 看你要设计的怎么样 不见得一定要这么致式化 但是基本的规则大概是这样的 颜色你也可以做变更 那如果说我今天第一个 我希望能够给使用者填写该怎么做 第一个如何设计表单 OK第一件事 那表单的位置在哪里 在这个之前我先记得把这个先删掉 因为底下要让它放资料在这里 OK然后这边好像本来没有栏位名称 姓名自己补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如何做一个类似像这样的一个表单 那它可以跳出来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应该从开发人员里面进来 那那个所谓的表单放哪里呢 请各位切到VIOBASC OK那切过来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在这边的话呢 你如果要新增 之前是按右键有没有 插入我们是插入模组 不过如果你今天要插入不是一个模组 而是要什么 而是要类似长得像这样子 有没有 我希望它是有一个类似这么大 那大小你可以自己调整 上面名称 这个上面有个表单名称叫成绩系统 然后放四个标签 四个文字方块 一个按钮 该怎么做 首先接下来 我们特别只要一按右键 插入模组的上面 第一步不要选错 反正就是模组上面就对了 好点下去 接下来你会发现它给你什么东西 就是给你一个工具箱 那我是习惯是把工具箱移到右边的地方 然后不过如果你不小心把它关掉的话 你还可以从检视里面有个工具箱可以找出来 OK 类似这样 那接下来的话习惯会把它移过来一点点 并且这大小是可以调整的 你可以放大一点 你可以放小一点 看多大 反正或者是你先大概拉大一点 等一下如果放太多或太少 你可以再去移动它 调整一下 这个时候当然如果上面有个执行 如果你把它执行的话 它要跳出来 不过上面就是这样摆一摆一块东西 也就是如果你什么事都没做的话 它上面就不会放任何东西 那我们希望做出来 结果讲这样的话 该怎么做 一般习惯会从由外面先做好 再做到里面 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再由左做到右 所以我们先由外的话就是层机系统 跟绿色的底色 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如果你要做相关设定的话 特别注意 你就先按右键插入制定表单 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请各位看一下 下方有个属性 属性会告诉你说 你现在这个表单的名称 叫做User Phone 1 就这个东西 Name有没有 OK 属性 它的外观 它的名称 然后特别说 这上面的名称 如果它叫成绩系统的话 请你往下找 它底下有个属性 叫做Caption Caption 指的就是 它左上角的 这一个名称叫什么 那我把它改一下 H就改成什么 成绩系统 成绩 OK 系统 好 那你输入就按Enter 会发现 这个时候的话 Caption 就帮我把这边给改变了 当然特别注意 顾名思义 因为前面这个属性指的就是 我要变更这个的外观 就是 Caption 指的就是它左上角的 那个标题名称 第二个是如果希望把底色 底下的颜色 变成浅绿色好了 背后的颜色 所以你可以发现 它的属性 都是英文的 但是你可以猜 可以猜得出来 背后的颜色叫什么 Big Color 如果你要选颜色 点这个箭头一下 选调色盘 找到浅绿色的 这样就OK了 顾名思义 所以底下也蛮多那种 有的没的 如果你实在是 有的时候其实也可以看 看那个大概 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什么属性 目前如果用不到 那你就暂时先不要理他 所以我刚刚改了两个东西 一个叫Caption 一个叫Big Color 这两个属性 变更一下 OK 第二个的话 由外而内 这两个都OK 第二个的话 我希望放四个标签 在前面 分别叫什么呢 就是姓名一直到面试考核 然后四个文字方块 跟一个按钮 所以你会发现 一二三 这三个东西 基本上你可以 透过工具箱来完成 那三个东西 第一个 大A就标签 所有的标签 就刚刚看到前面的那个名称 第二个的话 小A小B的话 就是文字方块 就是第二个 中间那个部分 第三个按钮 按钮在哪 按钮 所以基本上工具箱呢 待会我们只会用到这三个东西 那怎么 有点像零件 比如一个平台 有点像一个积木好了 那个积木 我把它放到 让它堆上去 让它产生效果 那产生作用 OK 怎么做 首先一 我先把标签点击它之后 有点像那个小画家 有点像那个小画家 你就拖拉 放开 它就出现Label1 那你要怎么变更上面的名称 很简单 一样到你的属性这边 找到Caption 这个跟表单有点像 Caption 就上面的名称 Label1 把它改一下 改叫姓名 OK 所以这边的话把它输入姓名 Enter一下 这个上面的名称就变更 但是呢 姿态小 怎么办 很简单 找属性 属性里面有没有字形大小 字形 有没有 所以你会看字形 Fone 有没有 Fone 就字形 那你 特别说它有个机关 点这边之后 在它的那个右 最右边有个三点 有个很小的按钮 按下去 它就跳出来了 这小机关 同学常常找不到 在这里而已 那字大概放到16号字好了 按确定 这样 然后底下再把它调一下 把它调一下 OK 那另外之前有同学问说 老师那这个地方 我怎么把字变成其他颜色 我看能不能变颜色 我是没有 底色 底色我变灰色 那底色 如果要想要把它变灰色 怎么做 很简单 底色 我就一样 被color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灰色 调色盘里面有灰色 这个好了 灰色 这样就OK了 那再来字的颜色 要把它变成什么 字的颜色要变红色 好了 字颜色的话 应该什么颜色呢 它叫做forcolor forcolor你点下去的话 有个红色 红色是OK了 当然我之前就讲到这里 不过就有同学问说 老师我需要姓名 然后它可以置中 置中的话 所以你会发现 在哪里 往下卷动 置中的话 其实应该跟文字有关系的 文字的 对齐方式 文字对齐方式在哪里 其实就是这个 text 就是文字 alip 就是对齐 就是文字对齐 预设的话是laptor 所以你可以点击这边一下 你把它改成centre 比较好 就OK了 所以其他的 如果没讲到的 你也没试试看 如果错 你把它改回来就好 OK 大概这样子 如果你做一个之后 另外还有 另外有三个 对不对 我是建议你不用再 像刚刚是在拖拉 再用一个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把这个复制 贴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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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改上面的什么 caption不就好了 复制最快的方法 我是建议 你可以拖拉 加ctrl 键 这个做法 跟那个photoshop 小画家一样 OK拖拉加ctrl键 这样就很快了 马上就一模一样 如果说当然你 可能这样拖拉的时候 不小心的 Y7扭8 然后距离不一的话 怎么办 很简单 由上往下选取 第一个就是主控项 以它这当排头 排头为准 格式里面 比如说我要对齐 主控项的左缘 好 排头为准 靠左对齐 全部靠左对齐 再来的话 我们要对我们中间的那个间距 要调一样 格式里面有什么 什么间距 垂直间距 色违相等 这样就OK了 其他的话你就把caption 这个caption改成其他的名称 这样就完成标签部分 那里面的话文字方块 点选填资料 拉一下 OK 那我是建议你这个把它大小 它好像只能 不要不就是很小 那不就很大 这个大概这样好了 OK 然后再来的话 里面的话如果你执行 你会发现填资料 它这个预设的字好像9号是太小 所以我建议你干脆把它的form 的字形干脆调成跟刚刚一样 要不就14 大概16好了 OK 让它大一点点 然后呢 再来的话呢 把它稍微拉宽一点点 底下都一样 所以Ctrl 键按住 把它复制 复制 复制一下 如果位置对不准的话 没关系 格式的话 垂直间距 设为相等 都一样 这样看起来会比较整齐 那最后的话呢 最右边呢 就再做一个命令按钮 把它拉一下 OK 再来的话上面的Caption 把它改成叫新增 就这样 新增 Enter 字太小怎么办 没关系 form里面的这个按钮 一样 大概16好了 都一样 然后字的颜色 底色 如果你要变更的话 请字形变更 最后的话 你就把这个再稍微调一下 这再调一下 如果你要全部一起调整 你可以全部一起全取 全部一起移动一下 OK 然后再把它再拉一下 再拉一下 OK 大功告成 其他名称改一下 再点选上面的执行 出来了 有没有 那这样的话 基本上我们就可以有 第一个初步的一个表单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是 再来就是 教各位如何启动表单 然后呢 当使用者输入之后呢 怎么把它填到 指定的位置上去 OK 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一下 OK 其实设计这个表单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 而且以后这个好处就是 以后如果你想要自己设计一个 让人家可以填写资料的一个系统的话 就不用再找工程师了 自己来就好了 OK 简单到不行 而且做出来应该有成就感 以后的话 人家就按照你 要他填写的栏位 还有填写的资料格式 填到指定的位置 再也不会有人说可以乱填 OK 真的很多事情就一老有意了 因为之前 就有同学 用这种方法 哇 同时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因为以前他在头头 每次要人家交资料 每次交回来资料 真的是 每次都惨不忍睹 每次光花在帮别人修正那些资料的时间 都比他重新打过资料 还更花时间 他想说 这真麻烦 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让人家 按照他要跟对方索取的资料 就照着填 就没有出错 OK 其实最好的方案就是用表单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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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